W这个阵容的话 唯一选的不好的点就是这个瑞兹 他这种瑞兹选的不是很好 这个英雄主要在LPL选取率比较低 而且拿出来以后效果其实都一般 对 他这把瑞兹的话是没有地方可以游走的 主要这个英雄我觉得在LPL 我细看了很多场瑞兹的比赛 发现一个问题就是说 我们看到了有几把瑞兹发育的相当好 就甚至装备是对位领先对面的重 因为他这个阵容有个好处 打前排的速度很快 对吧 上单是个格温 就我觉得这一把FUNPLUS的野斧 六级前甚至到了狐狸卡六级那一波 是可以对瑞兹进行一波干渴的 如果瑞兹这个英雄只要对前妻死了一次 那他就没有声音了 是 而且节奏面上主人感觉很难起 而且狐狸加派克很容易把他抓死 还有波比 也看看这把航拿出来的血港鬼影会有没有效果 我们进入到了W1对上FUNPLUS 对于W1来说是争取首胜的最后两场BO赛 而对于FUNPLUS来说是季后赛的生死局 如果BO3落败 不管以什么样的比分落败 他们都将确定无缘季后赛 火buff点个眼 其实这把我感觉W1就是围绕下半区打 香斯能推陷就推陷 到6级以后个大招可以往下跑 因为下半区W1是一定有限权的 三公里三打起来的话W1是优势的 方巴斯这边就是主要打一个野斧的联动了 就看小航这把第一个闪现怎么用 我感觉很关键 他只要6级前或者狐狸卡6来一波把内支抓死一次 我觉得就 很好展开 对 很好展开 节奏就能起来 上面的过来 人肉视野过来查看一下 确定view是上半部的单起 波比德利起F6 回刷红的话也会被W1给察觉 两边都是知道对面的打野一开始的棋手录像 嗯 上路 这两个英雄的对局来说 格温在夏季赛在LPL还是赢的比较多的 而且登场率也很高啊 这是LPL上代登场率最高的英雄 就目前一四版本来说 对线上面这把桑米特也没有考虑去带虚弱 或者是有起风一级换虚弱的可能 嗯 艾琳就加强自己的一个线上的一个消耗了 对 他这个就打对线压制了 下路选了派克就不好去一级抢线了 这LULU一级在抢线的应该是软服里面 数一数二的 是的 他这个选了派克对线是不太好打的 基本放弃对线 对只能靠杠格 他这会打有走 但毕竟我下路是个西维尔 他这样玩 塔下对面也不好越我 其实他这样玩 反正AD会很难受 现在选的话 已经来了 但是右眼看到了 对 而且巨峰打红又会过来 啊 克力的也发现旁边消失了个视野 那撤退 这眼刚消啊 是可以被波比察觉到 自己是步入在视野上 那也不久蹲 回头去刷 也会被看到吧 这位置 他卡着抢走好像没看着 没看到 没看到 进野区了 想找一下克力的 克力的这边还在打自己蓝buff 可能要拼唇戒了两边 这是比较尴尬的血量 放的话就被接 被Viu给沉掉了 是 Viu有个AQ加唇戒的权力 压了两主眼 甚至说有可能能吃刷核蟹 对 有可能吃不到上半部的蟹 看下Viu的想法 Viu回刷自己的下半部 还是要直接从中路横过去 把上半部的蟹给吃掉 应该是要把下路打 因为他们下路要压线 如果吃上个技的话 可能下路会很危险 对 就像昨天我记得有一把 小龙宝从小龙那里 猴子W上来 对 对 然后天在上面 前天 对吧 对对对对 我记得 那把关键大战 就那一波主要就是回头做了眼 代表烙眼威 对 很关键那一波 转折点 给努娜起一波试了 是 反了一组野怪 所以让Viu先来到了28刀 吃完试甲从 一组32刀 就W的这个打野 只要一直往下靠 是没有机会 配合杠客的下路 嗯 三分他因为打不过 就对于W来说 其实只要打野在下半区游荡 可以保着推线就行了 因为感觉 这把W主要目标还是打资源 但是下路想打限杀了 可他呀 也没有交闪憋住了 而且厄夫又是已经把两个人点残了 是 虽然这波兔 那要来了呀 坚定是勾到了 是 三脚槽赶紧点个眼 手上还捏了个治疗术的 波比在赶来的路上 其实这个线是不足音乐塔的 线不多 对 线不多 已经被清掉了 但下一波就比较危险 所以波比要赶紧过来 波比过来感觉可以留下Viu吗 这里在勾引 Viu也 应该察觉到了 察觉到了 这位置没顶到墙上 看钩子怎么说 被柱子给打断掉了 因为Viu还不交闪 交闪了 实在顶不住了 但是打也比较年轻啊 就 他如果要跃下的话 是不能占这个槽的 这个槽 因为他没有扫描 这个槽 大概率会有眼的 对 比较年轻 这波蹲 可以卡在那个墙边 是 等待双人组 确定他的线是好的时候 因为这个线明显要被清完了 对 对 等下一波线进来 他再往三脚槽里钻 是的 就是西威尔 可能我觉得 作为一个可以单人挂线的ADB 伊特瑞有好很多的地方 就是他的倾线很强 而且有个盾 能挡点关键的技能 这一波如果不是这个剧魔失误的话 W的下轮能一直压 就是 能不能越不一定 但是方普拉斯的双人组一定难受 一定难受 一定是亏一波线 对 但上路这部分 Summit的对线 对得非常成功啊 压的Demon有点难受 他带埃里这个线 应该是要能打出现在的这样的结果 是的 而且Demon的TP也被打掉了 小航已经想动了 过来放放眼 看一拳 好稳啊 Shanx 就对于方普拉斯来说 他的下轮无非是渡过低等级 就是西威尔的W还没点满 对吧 还没有补充一定的物理装备的时候 他一波W 不能很快的把线给洗掉 当他可以洗掉的时候 这个派克就不会再下路了 是的 派克就走了 派克应该这把要裸个五速鞋了 其实三速鞋这把收益也很高 对吧 就这把就是小风龙的属性 跟三速鞋 因为对面全是减速的这种软控 那减速抗性就变得非常非常的有效了 哎呦 波比还过来脏套伤 没有不用到墙上 但这个Demon有点看不了 这个线看一定会死 说他是没闪的 上去消耗一波可打压 Main一浪会拉回来 哎 V是直接大招就上线了 位置 嗯 也是觉得前期这个大招可能没地方使 过来包一下 Viu没闪现了 还要把这个河蟹打到底 小航也来了 Main获到了 接Main一浪会拉住 这吻死板 看人头给谁了 最后他敢吃河蟹的 主要他还没有第一时间走 他有点舍不得这个河蟹 他是不是觉得走不掉了 那我不如吃了 最后的晚餐 赶紧把这个蟹给吃了 不是 主要是狐狸先吃完了中路线 他是知道狐狸往这里靠的 对 他都知道瑞兹是已经被迫要 就被推得很难受 交大招回血 对 然后他这个蟹敢吃的 他这两波失误很严重 剧魔 主要他的阵亡 以及说第一波的 战客的失利吧 导致 W的下路也不敢狠压了 你看这个时候是看到狐狸过来的 嗯 只能说他有土的成分 而且派克也消失了 多别不知道在哪 主要我看 蓝色方是聘了信号了 对 他没有视野 但蟹的用户对吧 没办法 想要整点海鲜 怪就怪这蟹太鲜了 是的 这波确实来吃就是 他堵的成分就是 叫对面来 他大概率就交代了 主要是 主要是你这个堵的 驻马太小了呀 对 就是如果你 对 去打条龙 你能偷掉这种 那感觉 你这个投入跟 回报不成比例 是的是的是的 但美食当前啊 只能说 很难 美食的诱惑 武术鞋来了 小航要开始动起来 主要是现在西威尔 十字搞家见带了 就是WQ一波兵 已经武术鞋 来上半步 刚才导播给下路 来了个镜头 勾到了 打了个进化 点火换了波进化吗 嗯 先锋不要 不争 老婆白刀的 心在下路吃肚成 又可以来一波 这波 而且没有GP能救 呃 但 翔子哥全技能 去插眼 要过来放眼 开大 可以走 脚闪现在柱子顶一下 有治疗的 开个盾 想挡Q的伤害 又啃出来 啃到伤害了 但是小黄过来了 杀不掉了 大招心下能吸死吗 吸死了 好像吸死了 对伤害吸死了 感觉令我像第一时间 就决脚 翔哥第一时间脚闪 其实就走了 他被多A了 挺多下的 这个塔皮掉了这么多 吃一个仙峰也不转呀 这甚至待会儿 一闲塔 感觉是打V更有机会 就慌怕是这个 仙峰不能这么吃呀 就 两波冰进 一波万的冰进塔了 让林伟祥一个人 呃 我觉得哦 就是 林伟祥这波也有一点点 大胆 就是我认为 对 西威尔最好的方法是 他刚刚那波线洗掉 他直接贴在右边往后撤退 不是 就让他走了 这个塔也是掉这么多 对 对 也是掉这么多 就不转 仙峰你只能转两层 对吧 他这个A了三层 嗯 就是他这 他得 他 他可能就是先退 我看比较多比赛的 AD会这么处理 就是他会站在那个内塔的 前面一点点 然后等自己家的服也回来 嗯 对吧 就是他要等一个人过来 然后再持拨线 但其实派克第一时间回来了 但是还是很慢 就 他们这波 我觉得仙峰不应该这么是 应该就是 狐狸有大嘛 瑞士没有进化 应该是派 派克配合波比 对中路进行一波 先抓一波 对 然后再打仙峰 他们也就是W也不敢接 而不是这样直接打 放下路的线 刀不蜡烛等于没有起节奏 对 就直接 比较暴力的把暴力的 就我的辅助比线来 我无数鞋 对 然后没有想到 下路坑了这么多兵 这个节奏是不对的 啊 然后 翔主德刚刚去插那个眼 他是觉得 如果我插也没看到对面的 巨膜 我下路还能再吃一波 对吧 就是他也是有 比较贪的一个想法 因为在我的理解里面 那个草丛 你靠近都不能靠近 对 那个草丛已经很危险了 对 但主要是这一波运营的话 你 因为我想 无论吃不吃这波兵线 退不退 都是亏的 都是亏的 我同意欣欣老师说的 这波整个方不拉斯 做的比较粗糙 就是其实欣欣老师的想法就是 先队诸入施压 然后确保WE根本没法过来 因为派克可以直接回去 对 因为首先第一点 这个瑞士带的不是向外猛冲 他没办法一个EWQ拉走 是 第二点没有进化 所以说 起步密集换的又是火 对 所以说狐狸配合派克 是一定能杀死他的 是 百分之八十吧 我感觉 哎呀 接下来 来了 来了 第一波来了 有闪 哎 都回来了 预判到了 那死了呀 呃 露露过来救一下 博敏先把人捶走 捶走了VU以后 呦 救起救回了 救回了自己 呦 自己不上车 秦威延宁 绿导 但是被你强有进化 世界里消闪 就像这样 你进行一波杠克他残血 再拿先锋是必拿的 KER刚才应该是有大的 有大的 啊 没有选择交 但是露露 露露也有 他有虚弱 他就怕 就是对 阿国去 然后是虚弱是那招 上路黄胜皮给Q到了 沙米特把Demon给单杀了 在下路原本W一波 在先锋的交换里面 让 心转的比较多 但上路出现单杀 而且这一波 中野的 就在中路河道的对拼 方帕拉成是把 W一的双招 双C的双招全打出来了 是 而且上路这个穿的有点彻底 就他们这个组合就这么 就这么玩 狐狸加派克加波比 很容易抓这种单点的 就跟你下路选个机器人是一样的 就是要在中路去打这种乱战 是 主要是他们 瑞兹加剧魔 很笨 这两个英雄 战斗能力也很差 很难留到人 而且被爆发这两个英雄 对 这波Demon感觉 感觉 又是年轻了 他的 结束了 死率残留结束了 他还想把那波线给瘫了 是的 而且上路这个对线结束了 主要是 50刀了 就现在是火箭腰带 这沙米特杀他 我觉得杀的都有点轻松 对啊 很轻松 对我闪都不用交 没交技能基本上 就放了个大 裸杀 就在我看刚刚那波的队 在博弈里面 沙米特一开始是没有动杀心的 他是觉得这 格温是不是 耐得有点过分了 希伯尔的海耀也有 现在小航可以 长时间的在中路附近施压 就抓着香格斯没闪的这段时间 W有点可惜 就是说这 剩下的1分20秒内 他这个下路 六把1能不能提啊 上路先锋放了 那可能是发布拉斯先拿上路的 上路压了接近60的 对啊 就一为一单压 越压越多现在 对 在一塔再一调 好难玩啊 而且退取出门的 沙米特现在对位领先 这波吃完至少要快2000了 啊 主要是格温这种发育 这把很难再补得起来了呀 因为W这个阵容 后期非常吃格温的发育 这个中野就是个纯节奏中野 就我第一次看到这么惨的格温 这英雄 感觉很难这么惨 而且这把其实赛前也分 哦 这个上路3000了马上 这也太夸张了 这也太夸张了 13分钟 13分钟压了 将近一倍的经济了 解说不够 在野 对啊 我只能说至少2000 不止3000 这上路对线直接结束了 主要现在 上面的这个凯南没有过去 还不一定抓到 按锤走要吃你的红 哇 这个算 他是没有视野的 好像 啊 盲锤 应该是记了对面的 对 红的一个时间 现在问题就是 谁来管这个凯南 就是你过来一定抓都没那么好抓 而且下路那一波 二肺流失 就是吃了很多的独层 但没后续 对吧 就现在方普拉斯在下路 你看整个对面的红区 投资了多少的视野 而且现在线已经推不出去了 W1这边来讲的话 这林伟祥有海妖以后 一个W过去一波线基本上就没了 看到你聚魔 这波线洗掉就直接溜 独层也消失了 现在对W也讲 情势非常不容乐观啊 又想来 等一个过来支援的 等一个过来排这个眼的人 嗯 可达压 比较小心 压压 快跑压压压 未获闪现 躲 他这个过去有点 有点大的 说实话 真有点大的 天天都站还有段大的 就是他一个 他一个露露 一个人 想保护这个眼 有点过分了 小龙在过15秒深 康布拉子已经先占好位置 但W这波也是想接的 他们一直在 甚至愿意交代掉一个露露的散现 来换自己红区的一个 没有被对面插侵略视野 嗯 这波凯南是有踢的 可不过是没踢 对这个 对于W来说不能接 这波小龙 已经过了14分钟 可以tn的相信 就这个团接了 直接提速 如果自己红区 没有扫干净的眼 落下一个凯南 那就是所有人都得看 谁跑的比较慢了 嗯 可温直接过来 是怎么接团 开车 用来嘛 但是是派克啊 闪现想EW交闪 这就是闪换闪 但换派克的闪 其实收益很低哦 对 亏的 肯定是亏的 肯定是亏的 而且这波 Foundplus我觉得是可以接的呀 凯南可以落tp 暗上是有颗眼的 小龙坑上面 先勾向斯 看正面怎么处理了 凯南击了 击的就是这颗眼 最后W1炸了 也要把人给捶走 龙还被拿下来了 啊 能包 上面的这里能包 闪现大招来了 第二两个 走不了 都没闪现的 先交个表 这边可怀也被留住 限时这个位置能走吗 一四千 很感动的给了 瑞兹大能救回来吗 结果一个 大招永泉之后 肯定 这波肯定炸W1 这个龙 接了就炸 这个就是 我觉得甚至说 波比不把这两个人捶走 还能多杀两个 呃 凯南绕过来 应该杀完了 对 如果说不把这两个人 捶这两个人也死了 这波是无打式 这个格温过不来 格温还在中心线 而且格温过来 这波也没啥用 他没装备 是 主要是凯南这个时候 发育太好了 是 就上路两边的作用 在这个时间点是 天差地别的 是的 你看这个时候 这两个人就算不被捶走 好 没有那一幕的回放 对 主要是还是 刚被 刚跟对面 辅助去换闪 对吧 可大家死前 知道自己是 一定死了 被航连斩两个 你也有份 那讲 等于四颗人头 是啊 中路 一看又要出事了 Vio赶紧交闪线 呃 沙米特在追 火箭腰带被野怪给挡了 是 刚过去尝试 火箭腰带加个Q 对吧 那里面有F6 这个Q是一定Q不到Vio的 那这样 克里克里把先锋给控下来 主要现在中路线权也抢不过 这轮子妈 装备只要是正常发力的话 清线太恐怖了 就以这一小局来看 W已经是大裂了 就战略点都出了嘛 嗯 主要是他们这个阵容 仰仗的就是 我前期能稳得住 对吧 下路推线拿资源 然后后期格温和毁流斯来carry 就是他们这个阵容 他中弹是后出的 后出的话 中弹是要有一点线权跟主动性的 但这把瑞兹选出来 是没有任何的线权跟主动性 他这把比较希望的中弹 应该是个撒谎 撒谎的话这把 我觉得会 终于也才有 主要还是 剧魔其实前面是能做事 也入侵了一些野区 但自己有失误 对吧 所以下路那波月塔 欣欣老师帮我们分析了 然后自己又 探一条蟹 就是自己 剧魔这个点上也是 现在也是落后于 可以cleat的这个波比的 下路终于在17分钟50秒 把这个外卡给吃到了 带着战略点 但方布拉这边也在提速 中路直接放 而且没人过来守这波 那二台也能撞一头 这波we的回程时间 稍微晚了一点点 刚无奥师不看错 就是care把那个 往那个先锋抑了一下 无奥师不看那个爱情 就围了一下 亲了一下那个先锋 说宝贝好好撞 这波节奏就靠你了 中路那塔被撞了一头 这凯南呀 发育太恐怖了 18分钟两件套的凯南 而且现在没有人能去管他 就我们今天在 赛前寄予厚望的上路 这把对线是真的被对穿了 对单线打穿了 单线被打穿了 就确实只阵亡了一次 但是压到压了很多 然后又有一先锋 上路直接14分钟前掉 两段到一闪 手上还留了一段 有时候再推一下 可能要给自己打车 但是有个钩子 钩到了又是预判 哎呀这把小豪的预判太要命了 两波了 这一下子在 20分钟前 展最多赏金出来的派克了 是的 一般派克20分钟前基本上都展不到人 展一个就赚了 对 展一个就非常赚了 而且主要他两波都是 全是预判钩 下午又来动 钻到圈里面来 发现不太好动 先撤了 但是KAR包过来了 没闪现的轻空了那算了 一个Q带电行 差点把死血的Demon给爆出 想来留人 这波上面的手上是有赏金在的 直接开大招 但是被巨魔吸了一口很脆 这波后续动塔下的Demon 动得就比较猛 给了一波大人头出去 只要自己没闪 然后火箭耀带刚刚也用了 但小龙还有一分钟 等小龙来的时候 大招应该还没转好 对于Summit来讲 我感觉其实这里狐狸 交大招交闪现 杀一个露露 并不是很赚 因为大龙马上就要刷了 他下一波没有闪 他这个闪现可以留着 下一波大龙刷的时候 去秒一个关键的人可以抓大龙 他这个只是一个人头 但就中内塔推掉了 可能对于方帕拉来说 就是他明显的在 就18分钟以后他想提速 对吧 然后提速的方式比较暴力一点 比较暴力 就是收益性比较低 没那么高 就你从那个先锋就可以看出来 就方帕拉现在 你说他的运营的思路来说 绝对是比打突一好的 对 但如果你跟真的 最顶尖的那些队伍去比 他可以再做得更细腻一点 对 这就是差了还是比较 比较多的 他们就是 想的比较少 赚的 每一波赚的就是 我看到你这个人了 我把你这个人杀了 我可能会 能拿这个东西 这个塔什么的 但是我不会考虑到后面 留着这个东西 可以做更多的事情 对对对对 没有那么大的一个 大盘的一个思路 小龙现在已经知道 W1是 无力来接这波 听牌龙混团了 所以选择让 打野AD一起吃 就现在只放着一个 打野吃 这次得吃特别久 对现在这个龙 以肉打野的话打很久 这波包 上面有闪了 再绕了 Demon包过来 11级的格温 他想杀格温 这位置有机会吗 能换一个波 格温直接先拉开了 交闪现跟闪现 你看人头被瑞兹给吃了 这就是 上面他连续两次被针对 打野找到了一些玩游戏的方式 这波放掉了小龙 但是至少拿到了一波上路的人头 就感觉两个队都互相有失误 是 就都不是打的没有特别的紧密吧 对 就节奏还是比较松散 他这个闪现也是 其实死了 然后 其实这个闪现下一波也是团战 感觉没必要交 对 电一波出来的话 很容易赢的 就他最有纪律性的表现 应该是在上路内塔 那波线接完以后 在塔下挂机 对吧 那是最有纪律性的 那他出来给了对面抓以后 流伞在大方向上面来说 应该是更转的 因为你下一波 如果方布拉斯想起大节奏 那你得让凯南有一个伞 来打一波大龙的逼 对吧 就如果狐狸有伞 凯南有伞 五位五团战正面接 我觉得W是接不了的 完全接不了的 就变成说 你现在 在这四分钟的龙的身之前 你可能做不了大龙的B团 那对于烈士的W 他就是同样的 他争取到了时间 因为我们说烈士方 他最重要的 除了经济以外 另外一个就是时间 你给他更多的时间 我终究能把这个烈士的比例缩小 而且就是随着经济的上涨 虽然经济落差可能不会改变 但是大家装备也能累积起来 这样的话 往后面拖W 这个双塞还是有可能性的 所以对于方普拉斯来讲的话 现在得稳住自己的节奏 等一下一条小龙吧 因为硬缺动大龙也不太合理 主要砍他没闪了 但方普拉斯现在 是个强势器 因为CARE的帽子现在憋出来了 就现在这个狐狸的伤害 很恐怖 很高 就方普拉斯也可以不急 他就等到林伟强有三件套 我这段时间 那个时间点的作战能力 应该是拉满的 下路线压一个内塔 现在派克多一个 气不上就要 咬一个 轻到就必死 对 轻到就必死 W的视野有点做不出去啊 现在软斧的通病又来了 烈士局很难做视野 就是主要W这个阵容 现在没有开团 对 没有开团点 太软了 全是结束 这个阵容现在爆发也不厉害 扫描到了 这波好险开的扫描 要不CARE转角如果 给个E 对吧 转角遇到爱 进化得交 就能打个进化 可能我觉得伞都不一定好留 现在W的视野很难做了 主要这种排野 拿到派克 这个排野太快了呀 这视野得分已经91了呀 而且点了僵尸守卫 对吧 就现在W只能抓单 抓这个 抓这个凯兰 只能抓这个凯兰 就现在就是逮着 凯兰没闪的时间 一顿抓 是 因为有瑞兹嘛 但W这个阵容是没有办法 从边线直接把游戏给结束的 他还是得 来正面打一波5v5 想直接把中路外塔给推掉 凯兰绕了 我也是 W可能炸了 要被让出事情啊 桑米特来了 感觉我W就炸了呀 鞋化蓄弱 电了三个人 KR闪现跟过来 一趟稍微过下去 这边他完全不是对手 给 又炮个大招 有盾 但利用相机 哎 封掉了 各交集呢 自己跑路吧 第一波开了几跑 最后的存活对象 这一波 这一波我看W有五个人再来A塔 都被弹到了 弹得起来 一丝线以后 克力的一个E过去 英勇冲锋 看上面的那个位置就知道 这个位置已经炸了 这个队伍玩的真的很奇怪 就 方法现在是巴不得你跟我打 你现在还主动过来A塔 然后方法是有双T到后 有凯兰到后什么的 我非常同意欣益老师说的 但作为我们的官方解说 我给W一四个字的评价 勇气可嘉 就这波出来真的 就 孟范老师就 希望你出来跟我打一波对吧 对 那W一 那就来打 主要你看哦 他五根针的隔温 带着这个最后一段的五根针 然后被捶走了 就我觉得啊 就我 发现一下我的观点就是 他们A塔可以 但是 他们A塔不能把 不能追到这个一塔跟二塔中间 然后他们A塔看到别人踢了 往后面拉 就是站在一个 能拉掉的范围 因为这有大嘛 如果对面包过来 就直接大刀飞走 这样是可以的 但是他们A塔想O-in 他是 第一段的针 减速到林伟祥 林伟祥交散了 他们觉得正面 他们很少想开了 他们想O-in这样 肯定不太行 这希姊老师就是说 可能在语音里面 我觉得W一开始的指挥 绝对不是中路一波O-in 要推掉对面的 就是往对面内塔进攻 但是有一波机会 然后可能有人说 欸 AD 然后大家就忘了 他们过来这波 就是卡一个时间差 把外塔再留点一次 就要拉走 对吧 就四个塔 然后瑞兹放大准把人拉走嘛 因为 放大准肯定会踢嘛 是 他们直接就走到了 放大准肯定里面了 你这个时候W没有任何开团 很难受 只能被方骂什么我讲 能先秒个派克吧 派克直接下档被拿了 证明的话好像可以追 如果想用真减速 但没有留人手段 只有减速 然后你打不到可力的 上面又在后八 被分割开了 敌方要被秒了 交了个秒秒 虽然很容易 但是也得交闪现往后走 因为已经少了一个可力的 直接电两个人 没有虚弱这次 上面先单表一个 一个人杀两个 只剩下双人路了 方布拉斯也可以不选择追 把小龙拿下来 上面这波打得很聪明 他过来的时间点 他在考虑 我到底要进来帮忙打前排 还是去找对面的露露跟二斐流失 然后看到露露和二斐流失 拉手以后 他先过来打前排 对吧 然后看到前排这边要撤退 知道对面没有 这个位置露露是给不到虚弱 他直接过去把这两个 上野给秒了 是 那对W来说也没办法 这波一定得接 就方布拉斯 方布拉斯对于团战的 就是处理还是比较不错的 是的 对属于是一流的 团战的处理 小航跟派克的身板 被EW顶住是很容易倒的 嗯 现在是卡了一个视野 先拿一颗人头 看看这个位置 上面的 没有往左边走 过来 找他卡在这儿 W的双人路不敢往前 往前就要被电 是 行这个枪他也没有通臂 他只能远方 打个青灰燕 你尝试捞点输出 嗯 就因为打W的手比较短 就很怕像狐狸跟凯兰这种英雄 捞过来 顶回一个view view这个位置 团战身长给到 K2从右下杀戮以后 自己的伤害很高 暴死了view 再一个痛苦坚定 没有够到人 屠龙会一击拿到 就主要是 你先能A到我 那我凯兰一定能R到你 主要是这种 他就比较难输出 凯兰在的话 这个创备差已经是很难很难了 就这个团战要不要打起来 完全是方法说了算 而且对W来说 现在打起来就结束了 是 大路马上结束 敌门想用十旅残留 顶一下上路防御塔 但十旅残留结束之前 赶紧拉走 抓着大锤 只是保一下自己的队友 这样的话 两路已经是 马上就要被推掉了 想一波吗 一波要等 超级线要等到 下下波的一个兵线 但是炮车是有被保住的 但没有到的MU打B 还是心得了的 没事转一下锤子 回程打断一下 主要这个可以返回CD 就是只要让派克 跟这个狐狸摸奖就好了 摸到一个就杀一个 嗯 已经是被打花了 W这一把 翻盘是基本上没有可能 这翻盘基本上就是说 要有右边的示娱 而且右边要有 连续几波大事物才行 对很多人冲到脸上 那RF64大三四个 然后打一波AOE 才能赢W 就梦中的剧本 你看上路现在等级差 我都 就RF64是有装备 但是他的装备输出不好打出来 这一把 就单人线差三级 而且一百刀啊主要是 这小鸭一百刀 还在这蹲 低门不敢出来 上面的手上现在闪现还没转好 对方不拉斯来说 就是慢慢磨这个下路搞解他 在最后一路了 囤兵线 对方不拉斯来说 他们现在的优势是绝对 足够 不需要的男爵 就可以直接推这一路的了 对 在等其他路的线吧 下路也是慢慢推的 没有第一时间把线送进去 林卫强也是买了块表 现在人头是值一千块的 这里就很难动得到 所以等派克勾一个或者狐狸轻一个 就杀一个 然后塔就有了 想把人捶走直接拆了 不敢捶走 但W重人已经往后撤退了 一锤没有捶到人 正面想开场 轻到了 直接想秒 交了个金身 但派克掌控了问题不是很大 W吸了一口也扛不住伤 往后撤 上面的大招还捏在手上 W重人不敢往前打输出 那已经正往一个上单的情况下 下面是交了个金身 正面K还有一段大招先拉开 兵线已经来了 大头兵在锤基地 这边打了KD的一套 打了很久 但是不怎么掉血啊 还有一半血 而且上面的大招 迟致不放 压力好大 晕到了 又残血赶紧回泉水 一勾没有中 装强了 交进化交闪现 轻援尼撒出来但是空掉了 门牙塔已经被拆光了 拆基地好像就结束了 尽力的在请线 给了狂野神长 没办法 开了个大招 圆底守住 勾回来一个 拆基地就结束了 那恭喜FOMPLUS 拿下第一局比赛的胜利 是的 离自己的季后赛的一个机会 又潜进了一步 对